最近娱乐圈的九五后一人仿佛纷纷开启了恋爱绯闻模式,吴磊向韩之汪安宇三人就因不同的瓜被扯到了一起。 吴磊凭借在《新汉灿烂》中的精彩表现收获了很多姐姐粉的心,他饰演《少年将军灵不宜》,霸道冷酷,却把女主角程少商放在心上,总是第一时间出现,简直满足了女生对男友的所有幻想,所以大家称呼吴磊是完美男友。 吴磊也因此人气急升,同赵露丝一起成为了今年最受瞩目的CP。 吴磊弟弟出道也很长时间了,也早已成年,到了可以恋爱的时候,但他一直洁身自好,除了跟张子峰闯出过恋情之外,几乎没有任何绯闻,可以说是一门心思都铺在演戏上了。 自从张子峰和颜许佳被传恋情后,更是斩断了跟吴磊之间的可能性。 8月1日,吴磊被报于向寒之的恋情,自然速速登上热搜,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。 提到向寒之的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,但看过《百岁之好》一言为定的小伙伴应该对他有印象。 他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夏琳,男主则是王安宇。 除此之外,他还在小敏家中饰演黄磊的女儿陈佳佳,演技还是挺不错的。 吴磊和向寒之两个人相语于网剧,启航当风启事。 只是这部剧拍摄时,女演员向寒之和另外一位男演员王安宇在传绯闻,和吴磊倒是没什么消息。 而此次,吴磊和向寒之恋情绯闻则是因为,有网友扒出两个人用了同款手机壳引起了争议。 向寒之的爸爸关注了吴磊的ins,不要奇怪为什么向寒之的爸爸会去用ins这样的时髦软件。 因为向寒之是美国人,父母早早就移了名,而且两个人飞往广东的几趟寒班消息有重叠。 一些网友觉得向寒之可能是跟吴磊在一起了,而且两个人年龄差不多也是比较合适的。 但也有很多网友纷纷直呼,现在曝光恋情都不需要同框了吗? 现在明星传恋情只需要有同款就行了,不需要合体在一起了吗? 这也太离谱了吧。 随后一周,这件事的热度慢慢下去了。 然而近日,网友又有了更加惊人的新发现。 有网友发现,早前,吴磊在和赵路斯的直播互动中无意暴露了聊天置顶对象。 这个置顶头像轮廓,与向寒之社交平台头像相似,从而传出两人或许真的在恋爱。 通过模糊的聊天界面可以看到,置顶头像主要色块是黑白色。 在这不得不说,网友的眼力是真的很强。 在高度模糊的情况下,还找出了同款头像,就是向寒之。 为了进行二次确认,网友还做了重叠对比图,发现两张图片能够完全重合。 而吴磊的粉丝并不这样认为,他们根据轮廓猜测这顶头像很像他的狗狗小北。 在两方都没有正面澄清回应的情况下,吴磊粉丝的猜测就不太合理,相比之下还是向寒之的头像要更像。 恋情传开后,吴磊工作室并没有立刻辟谣。 出来辟谣的是吴磊反黑战吴磊守护时,很多人在没有搞清楚属性的时候就误认这是吴磊的官方后援会辟谣,还上了热搜,误导了一大波吃瓜群众。 事实上,吴磊后援会的名称是吴磊全球后援会,这个隶属工作室管理。 换句话说,帮吴磊辟谣的就是普通粉丝,跟大部分吃瓜群众一样并不了解真相。 辟谣的真实性就见仁见智,既然粉丝可以帮忙辟谣,那么好友当然也可以。 向韩之的好友公开了他的头像是一只猫咪,与吴磊直播间泄露的头像完全不一样,以此证明这顶并不是向韩之。 然而,就在双方澄清都还没弄明白的时候,网友发聊天记录捶王安宇,又不小心牵扯到了吴磊和向韩之。 这位网友的本意是垂王安宇的私生活,没想到跟朋友聊天误伤了。 网友放了一张王安宇与向韩之的合作剧照,并称,女方是吴磊女朋友,这一波吴磊属于躺枪了。 还有微博营销号信誓旦旦说,是真的,只是粉丝不肯相信。 向韩之与吴磊的恋情绯闻热度越来越高,双方的评论区纷纷沦陷,女方背后真的出来说假的出来澄清又不是哑巴。 男方的转发则是,CP粉发疯,要吴磊想办法澄清,不要拿赵露丝来挡绯闻,这也导致吴磊和赵露丝的粉丝开始互相扯头花。 因为男主演和其他女艺人传出了绯闻,让大家觉得,这个时候明明是最为登对的赵露丝有点惨,正是有人反馈觉得赵露丝有点惨, 吴磊粉丝就指责女方粉丝在卖惨提纯剧粉。 赵露丝这边剧粉就觉得更是委屈,你们家传绯闻怎么反到现在我们好像成了闹事的过错方。 年轻艺人的恋爱固然很美好,但是对有剧在播且有CP在营业的男明星来说, 谈恋爱无异于在向CP粉戳刀子,这一波吴磊怕是输很惨。 在七七节直接被CP粉内涵不尊重剧粉,CP粉认为演员可以谈恋爱, 但是不要明智谈恋爱,又在七七给CP营业,要一人把私人感情藏好。 在向韩芝的短视频评论区,大波CP粉占据了热品。 喊向韩芝嫂子要她跟着一起科无路可逃,还要她快成亲,不要让CP粉下头。 这种做法特别不礼貌,既不尊重向韩芝也不尊重吴磊和赵露丝。 这件事情也持续发酵,更引得网友纷纷深拔吴磊过往经历。 有网友爆料,吴磊还享受明星特权。 此前,有网友向吴磊中学时期所在的成都教育局求证,得到的回应是, 首先吴磊是转学进入成都列武中学。 这个中学是成都省重点,然而没有一个中考的人, 却可以通过转学进入省重点,并且还拥有了省重点的学籍和学生证, 怎么想都很奇怪,即使是在19年全国开始有了大范围的中专高中互转, 前提都是文化成绩优异才行。 之后,粉丝澄清说,吴磊是成都市特长班招生而非转学, 这两个并不是一个概念。 然而即使这样成都市特长生,招生的前提也应该是参加了中考。 有网友找到的成都市特长生2015年的招生标准, 其中的显示是,参加了成都市中考的可以报名, 未参加成都市中考便是参加了, 四川省其他市中考的人可以报名。 众所周知,无论什么中考都没有参加, 本身就不符合特长生招生标准, 更别提转学了。 顺便在19年之前,百度搜索中专长高中基本上都是, 中专的学籍不能转高中的学籍, 这是不同类别的学校,高中是普通教育, 中专属于职业教育。 所以15年类别不同的学校互转, 甚至是在没有中考的前提下进行互转的可能性为0。 需要开具中考成绩, 而无类粉丝澄清的并不是一个管理办法, 分别是普通中等学校管理和普通高中管理, 其中的转学也是分别针对中学转学中专, 高中转学高中等, 像中专转学高中这种跳脱规定的管理办法如果合理, 肯定会有具体要求, 不会这么笼统地归于高中转学高中的来澄清。 至少大家都没有明确找到15年的相关规定, 那么无类是如何越过中考, 获得6中学的学籍的。 粉丝的澄清现在看来并不具备说服力, 都是一花接木, 将转学和招生混为一谈没有统一的文件证明, 简直捋头不对马嘴。 关于无类和向寒之的传闻, 双方一直都没有回应, 不少网友就认为, 恋情成真的可能性会很大。 一般情况, 没有什么关系的艺人传绯闻很快会被否认, 不会玩亲者自亲这一套, 所以不管真的假的, 双方还是不要再做缩头乌龟, 赶快回应给粉丝们一个交代吧。